雅各第三章 城中巡逻看守的人遇见我,我问他们,你们看见我心所爱的没有?我刚离开他们就遇见我心所爱的。我拉住他,不容他走,领他入我母家到怀我者的内室。 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,我指着羚羊或田野的母鹿嘱咐你们,不要惊动,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,等他自己情愿。 那从旷野上来,形状如烟柱,以墨药和乳香,并商人各样香粉薰的是谁呢? 看哪,是所罗门的教,四围有六十个勇士,都是以色列中的勇士。 手都持刀,善于征战,腰间配刀,防备夜间有惊慌。 所罗门王用利巴嫩木为自己制造一圣华教,教柱是用银做的,教底是用金做的,坐垫是紫色的,其中所铺的乃耶路撒冷众女子的爱情。 西安的众女子啊,你们出去观看所罗门王,头戴冠冕,就是在他婚言的日子,心中喜乐的时候,他母亲给他戴上的。